我自己加入城市当代务团的时候 当时是1995年 我加入当时是一个宣传主任 当时Wingo已经是我们的副艺术总监 由于宣传主任做很多市场 跟Wingo一定有很多合作 因为当时无论是团的宣传照 或者是poster leaflet的image 又或者是一些舞台上的archive的相片 其实都是Wingo一手包办的 所以很多时候都会需要跟他合作 当时可以想象到 其实整个office都是挂满Wingo的相片 无论是一张poster挂在这里 或者是一张相片挂在这里 周围都会遇到Wingo的作品 我自己最初几个开始做的project 其中一个就是中国风中国火 就是曹成远先生的作品 那里面其实是一张相片很深印象 也都我们用很多的 其实就是盈亮他当时光光头 然后抱着膝头的一个post 然后打光光 有点点钱当然在舞台上 其实是穿着supporter 这张相片我们当年很多时候都会拿出来用 无论是宣传那个作品 或者是我们一些comedy image的用途 我们都会拿出这张相片 另外一个我会比较深印象的就是 例如Wingo邦、Helen、黎凯玲、狗哥 她拍的一张相片 照片里面的舞台应该是 也是一张很经典的CDC的一张舞台相片 我想我和陈迟昌合作 因为我早期一些 我和他的合作那个年代 其实还在说菲林 之后我第二次回到CDC的时候 才开始慢慢走入数码时间 用菲林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明白 我没有可能不停地 有几百卷菲林不停地换 因为资源的限制 所以其实当时Ringo的优势 在拍摄舞照片上的优势就更加突出 因为我想平时一个舞团 去邀请一个摄影师回来 他最多看表演跳一场 或者看一次重演 但是不可能像Ringo那样 由表演的筹备、创作 所有时间他都跟着 他就会很清楚每一个场景是怎样的 每一个片舞上表达的意思是怎样的 Danser的动作究竟是怎样的 因为那个moment 的脚踢到哪一处 是最漂亮的 在台上最好看的 Ringo一定是有这样的能力去catch 这个也是Ringo拍摄舞照片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他很注重一个身体在一个舞蹈作品里面 他呈现的一个状态 这个可能和一些其他剧场摄影 可能那个方向或者那个 注重的东西有少少不同 因为始终舞蹈的 那个 Danser的身体的呈现 其实是很重要的 他未必是说一个戏剧性 那里面都可以catch得很好 可能因为他跟片舞之间的交流 是相对地一定比其他摄影师很多 他会很理解那个片舞在某一个场景里面的时候 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而无论在表达内涵的角度 或者是说那个身体的美学的角度 Ringo都有这样的判断能力去拍到这张照片 尤其是刚才说的 就是由菲林转过去Digital的时间 转过Digital你还可以拍 无数照片去选几幅出来的 之前在这个菲林年代的时候 这件事就更加可贵了 请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2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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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